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给自己留下刑事的犯罪记录 这样一来 任何国家都可以以此为由 采取不利于他的行动 博廷曾出版过多本有关引渡法的书籍 华尔街日报在12月3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司法部正在与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谈判一项协议 允许她从加拿大返回中国 但交换条件是 她必须承认被指控的部分不当行为 博廷在文章中说 美国这样做可能是给孟晚舟设下的一个圈套 她本人在律师从业生涯中有过类似的痛苦教训 她写道 从她曾参与经手的几宗案例中可以看出 一旦接受这样的交易 可能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 其中一个案例的当事人 一家承建欧中油气管道的施工商被指控行贿 同孟晚舟一样 在美国要求下这位企业家在加拿大机场被逮捕 律师接受了美方提出的认罪协议之后 他在入狱当天急获释 但后来他却仅因错过一次法庭会机而被判刑一年 另一个案例中 加拿大一公司财务经理在美被起诉后被拘捕 虽然在签署认罪协议之后立即获释 但是他的丈夫公司的CEO此后却因为他的供词被控欺诈罪判刑 至今仍在服刑 因此博庭认为孟晚舟的名字必须从起诉书中删掉 否则即便加拿大司法部长下令解除对他的指控 美国仍可以再次三番追究他 只要他踏上任何一个与美国签有引渡协议的国家土地 据南华早报报道 2018年12月孟晚舟首次保释听证期间 博庭曾向孟的律师团队提供咨询 不过他本周表示已不再为孟晚舟工作 对美国所提交易的细节也不知道 博庭在文中写道 愈发明显的是对华为的起诉是一个政治举动 旨在阻止其在5G市场获得成功 让美国企业在这一新兴领域占据主导 美国显然错估了起诉孟晚舟会带来的巨大麻烦 对孟晚舟案的认罪协议 中国官方并未正面置评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2月初 在一次例行记者会场表示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让人想起法国阿尔斯通高管皮耶鲁奇 所著的美国陷阱中的情节 此话似乎影射美国提供的选项是一个陷阱 2013年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高管皮耶鲁奇 在纽约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 指控他涉嫌商业贿赂 此后多位阿尔斯通高管与美国达成认罪协议 他们的供述成为证据 法庭判罚阿尔斯通7.72亿美元 同时阿尔斯通的电力业务也被美国竞争对手 通用电器收购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根据一项调查发现 有近一半的加拿大人在刚过去的圣诞新年假期 曾探访非同住家人或朋友 由Lager进行的调查 访问了1500名加拿大人以及1003名美国人 52%的受访者表示 在圣诞新年假日期间 没有探访非同住家人或朋友 34%的人表示曾进行了一次探访 12%的人表示曾有2-3次探访 2%的人表示有3次以上探访 未降低病毒传播 政府是不断呼吁国民在假日期间 仅于同住家人庆祝 不要与非同住家人或朋友聚会 调查也显示 有50%的人认识 有人曾与非同住家人或朋友聚会 48%的人表示不认识 调查由2020年12月30日至2021年1月3日期间举行 有62%的加拿大人对未来数周 能限制病毒传播充满信心 调查结果一指出 预计70%的加拿大人计划接种疫苗 计划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则只有53% 另外大约有62%的加拿大人对联邦政府 针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感到满意 一些医疗专家估计 由于节假期间众多家庭的团聚 其后可怕的疫情形势将难避免 有学者认为大封锁举措仍将起到相当作用 关键是政客要带头遵守 不要跑去旅行 传染病专家查克拉巴蒂说 圣诞期间许多家庭违规团聚 然后又是新年庆祝 因此1月份将是医疗系统面临的糟糕时期 更令人担心的是那些隐形发生的家庭聚会遍布全国 我怀疑这将在未来几周内会带来相当多的新增病例 另外一位传染病医生波格说 目前的新增病例数字已很可怕 节日之后的病例将更多 现在安省和其他一些省府的医疗系统都承受很大压力 不过原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总干事圣约翰说 在疫苗接种达到较大规模之前 大封锁及其相应的举措仍是各地区对付疫情的重要手段 因此现在仍需继续遵守各项公共卫生规定 贤美顿的圣约瑟夫医院传染病医生查格拉说 他的估计是节假日期间大部分人仍遵守规定 至于封锁举措是否有效 需要更长一段的时间才能知道 但是他觉得家国其他一些地方 这方面已经显示出了较好的迹象 安省下周期也将可以开始看到大封锁带来对于疫情的效果 由于许多餐馆商店等仍在关门 因此他认为节假日期间人们串门造成的感染 不容易演变成为社区的广泛传播 卡加利专长家庭和临终关怀的谭医生说 各项公共卫生规定只有人们遵守才能发生效果 而各级政客应该在这当中起到带头作用 在各地疫情变糟的情况下 截日期间不少政客相继过旅行 是给公众发出了错误的信息 目前更需要他们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带头遵守规定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多伦多正成为世界大麻之都 目前有365个已批准和代批准的大麻零售店 但这些大麻店都引起了当地社区反对 正在清选多伦多第二十二选区 也就是释迦堡爱景格区的十一员律师 罗科阿长鹏说 这里有一组数据 截至去年12月1日 多伦多共有365个已批准和代批准的大麻店 其中释迦堡有41个 约克72个 伊桃壁谷32个 前多伦多市220个 这些大麻店有的设在社区内 有的离学校幼儿园不远 给当地社区的社会治安带来巨大隐患 比较温哥华有22个大麻店 多伦多却如此之多 堪称世界大麻之都 释迦堡居民 约克社区居民都异口同声的反对 在自己社区内开设大麻店 故他若当选 将推动市议会反对开设大麻店 位于释迦堡锦绣中华商场内 和位于芬治路 加米兰路地区的两间 你开业的大麻店 因为地处华人社区 遭到华人居民激烈反对 记者昨天探访一间大麻店 店门紧锁 店前橱窗 显示已装饰完毕 与大麻店一届之隔的 一间华人商号表示 我前几天还看到大麻店在装修 现在是封城令状态 即使通过批准开业 也不会开门 我之前参加了 华人社区的签名反对开店活动 但根本不抱什么希望 政府不会听我们的意见 华人社区都反对大麻 这个地区附近还有一个幼儿园 大麻店开在这里 会带来社会治安问题 当然不利于我们经营 安省酒类和博彩管理委员会 AGCEO表示 如果一间你开业的大麻店 引起公众关注 在做出决定时 就会充分考虑所有信息 倾听各界意见 在签发营业执照前 会对申请者和所有利益方 进行广泛评估 包括对申请者进行 警务咨询和背景检查 保证申请单位 满足所有法律和规定要求 AGCEO还表示 华人社区关注的上述数两间 大麻店的申请处于审查阶段 还未批准开业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根据加拿大金融邮报 本周一转引彭博社的报道称 在进入2021年之际 加拿大人普遍认为 疫情最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 他们对新的一年充满希望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指标是 人们的消费信心大涨 调查结果显示 在2020年底 彭博纳诺斯信心指数 已经上升到56 这是自2020年2月中旬以来的 最高水平 加拿大调查公司 Nanos Research 每周都会对 250名加拿大人进行调查 以了解他们对 个人理财 工作保障 经济 以及房地产价格的看法 彭博社周一所发布的是 1000个回复的 四周滚动平均值 实际上在夏季开始回升之前 去年3月和4月该指数暴跌了 创纪录的三分之一 在第二波疫情期间 该指数在反弹之后回归停滞 尤其是在9月至11月之间 但在12月份 加拿大开始新冠病毒的疫苗接种之后 加拿大人的情绪水平又开始回升 从工作保障到经济前景 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加拿大皇家银行RBC 在多伦多的经济学家詹森 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人们已经看到隧道尽头的光明 消费信心的上扬 显示了加拿大银行和联邦政府大把撒钱 稳住了经济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 巩固了家庭的资产负债表 加拿大央行的降息 推动了房地产市场 使房家创下了新的记录 而政府的经济支持 特别是紧急救济的发放 减缓了加拿大人因收入下降 对财务的影响 调查显示 房地产市场的乐观情绪 已达到历史新高 有51%的受访者 预计附近地区的房价 将在未来6个月上涨 这是2008年以来的最高 当然了 并非所有加拿大家庭都很富裕 有数据显示 与低收入家庭相比 高收入 加拿大人的信心反弹更为强劲 在收入超过75000家园的受访者中 信心水平是一年多以来最高的 远远超过了大流行钱的水平 而在收入低于该预值的人们当中 尚未看到信心水平完全反弹 另一据Global News上周报道 调查公司易普索 在最新的调查中显示 有72%的加拿大人 对2021年感到乐观 其主要原因是在于 新冠疫苗已经开始接种 疫情有望得到控制 与此同时 调查也发现 有61%的受访者表示 疫情过后 家里的日子会更好过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动荡的疫情 对加拿大的移民系统产生持续影响 踏入2021年 本国移民政策的很多方面 仍存在变数 但目前已知的一些措施 会令加拿大和未来新移民均受益 加拿大移民通讯 CIC News日前发表文章指出 在疫情结束之前 加拿大的移民系统不会恢复正常 不过幸运的是 由于几种疫苗的上市和获得批准 这场危机的尽头已经开始显现 必须强调的是 疫情并未影响加拿大对欢迎移民 临时劳工和国际学生的坚定承诺 实际上由于这场危机 加拿大正在加倍履行这一承诺 根据新的2021至2023年的移民数量计划 加拿大的目标是每年迎接40万新移民 这是加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 尽管很难想象在疫情仍持续的情况下 加拿大能否在2021年实现这一目标 但这些比以往更高的目标 可以让联邦和省级政府继续处理申请和进行移民抽签 这样即使加拿大无法在2021年实现其所希望的移民数量 也可以向候选人提供必要的批准文件 以便他们在稍后移居加拿大 此外 疫苗的出现是 加拿大政府能够考虑对旅行限制措施进行可能的修改 例如对那些入境加拿大之前已接种疫苗 且提供测试阴性证明的新移民 加拿大可以考虑取消旅行限制 取消子类限制将有助于新移民流入量的恢复 为加国经济带来所急需的增长动力 政府制定2021-2023年的移民数量计划的理由 就是因为加拿大需要大量的新增加移民的入境量 支持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 加拿大移民通讯的文章指出 本月的某个时间 我们应该对加拿大移民系统的未来方向 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因为届时 总理特鲁多将向其内阁成员发出新的任务授权书 给移民部长门迪奇诺的新任务授权书 将概述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身份部 LCC在未来几年中的优先事项 另一个确定性是 移民部已经确认2020年额度的父母和祖父母计划 PGP抽签将在2021年初进行 而且最有可能在本月 届时移民部将邀请多达1万名申请人提交赞助申请 赞助其父母和祖母前来加拿大 今年晚些时候 移民部将开放2021的PGP额度窗口 并将进行另一次抽签 邀请多达3万名申请人赞助其父母和祖母移民 可以预料 联邦移民部和各省及地区将在2021年 尽最大能力争取移民系统的正常化 人们至少可以预期 并希望2021年将比2020年少一些动荡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加拿大与世界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